北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领导人金正恩召开紧急会议 命令当地药局都要24小时营运 并派军医部门来协助 希望能稳住医疗供应 北韩官媒释出照片 金正恩亲自出马到药局视察 不过眼尖的外国媒体发现 金正恩戴着两层一般的医疗用口罩 而他的幕僚只戴一层口罩 连北韩领导人都没有防护最好的N95口罩 凸显北韩医疗物资相当不足 此外北韩的治疗药物也不够 防疫当局只能呼吁民众 以传统的寒药方拜读散来抗议 或是建议民众煮柳树叶或金银花 来减缓咳嗽症状 由于北韩的治疗药物资相当不足 560万人仍然随着症状 50万人死亡 由于北韩的检测量能很低 大部分出现症状的人都还没检测 而现在疫情肆虐 北韩急着想办法向中国买药品 只是大陆药品出口规定严格 北韩能拿到的药品相当有限 TVBS新闻坦根尼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